新住民朋友们来到了台湾 常常会因为语言的隔阂 还有文化的差异 而导致他们的权益受损 其中又是以婚姻和财产继承的问题最多 尤其是在不熟悉法律的规定情况之下 就会感到惊慌害怕而不知所措 因此新北市政府从6月份起 开办新住民视讯法律咨询服务 由法福基金会的专业律师 透过网络视讯来提供新住民的朋友们相关的协助 由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以及内政部移民署和法律辅助基金会等代表 一同签下了新住民视讯法律咨询服务合作计划 代表着新北市对新住民的照顾与关怀 迈入了另一个里程碑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就表示 这份合作来自于政府单位与民间公益团体的用心 期盼借由视讯的传达与沟通 让需要法律咨询的新住民能更快速地获得协助 现在的科技对于视讯是非常的方便 每一个人有手机有电脑都可以随时来 在网络透过网络的世界直接达到我们这个沟通的效果 那对于很多新住民 因为他可能不管是交通或者各方面的原因 不一定能够到达市府到达我们各个公所 就可以达到这样服务的效果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来自越南的陈珍珍在记者会上就表示 因为文化和语言的差异 在生活中万一发生了法律问题真的非常彷徨无助 而现在有了法律辅助 让他们可以不用担心受怕 比如说婚姻的赛赏还有一些以及是宿舍货等等 然后这个时候他遇到法律的问题 不知道要找谁来帮助 然后就是有这个法福愿意帮助我们 然后我们就真的很感谢 新北市法治局表示 这项新住民视讯法律咨询服务 从6月份起正式开办 每个礼拜三礼拜四上午9点半到12点半提供服务 新北市的新住民朋友如果有需求 可以先电话预约登记 新北市社会局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的电话是 8985 8509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